是什么意思 就已经全卖光了 20万 大陆直播带货一解维亚 惊人的叫卖能力 连天王刘登华都看为观止 结果被发现逃漏税 网络主播黄威也就是威亚 涉嫌偷逃税款 去年6月大陆提出共同富裕政策 揪出许多金字塔上层的违法行为 如今共同富裕这个名词 已较少听闻 因为大陆A股从3月11号的3310.61点 跌到了3月15号的3029.98点 香港恒生指数 今年以来的表现也不好 大陆深圳指数 则从去年12月14号的高点 下滑到今年的3月16号 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16号召开了金融委员会会议 定调了大陆货币政策 中概股 平台经济等问题的治理方案 让A股和港股强势拉升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附近的几个街区呢 也都有防疫人员 在进行留调的排查 为了救经济 大陆甚至破天荒 放松了防疫政策 今年秋天大陆二十大 习近平即将三度连任 压力不小 华尔街热报点名朱荣基 传出他反对习近平 打破既定的领导层接班制 也思想曾对习近平的政策 提出质疑 加上大陆和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 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谷 内忧外患 注定习近平的连任之路 压力善大 TVB新闻陈旭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